祢是祢的大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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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大开保护 将各种增长 丰富的私利 祢是祢的大师祭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圣祢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全部早安 我们今天与普世教会 纪念一位圣人 圣亚凤 或许如果看他的名字 应该是圣亚凤说 阿尔凤斯 他是生于意大利 他读书 他读法学 那他到最后他就得了教会法博士 也民法博士 有双重博士 那他得了双重博士之后 他也应该立业创业 但是他就去修院读神学 以后到最后成为神父 也成为主教 他写了非常非常的书 尤其是有关 伦理方面 那我们现在的在神学院 所读的伦理神学 有很多很多是来自他的概念 来自他的书 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 赐给教会 有这位圣人 祈求圣人 继续为我们现在的教会祈祷 在今天我们继续听耶勒米亚 耶勒米亚他自己曾经说了 他上了天主的党 他上党了 上了谁的党 就是上了天主的党 天主跟他说 他天主给他的所有的话 他都要说 耶勒米亚自己他说 他也没办法不说话 如果他不说他的心胸好像快要爆炸 所以他一定要把天主的话说出来 当时他说了 人民不但不听 他们反而想要把他撒掉 在今天我们要听的 是严肃了昨天的 所以他们就想要把他撒掉 这些的领袖煽动民众 那常动他们就是于是为了什么 他们可以拿石头现在把他扎死 但是民众就听了 耶勒米亚说 他说的话不是他自己诅咒这个圣殿 而是天主要他说的 所以民众就接受他被宣执 这个就救了他一命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我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果实 我罪 我罪 我的宗罪 为此恳心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基督求你催恋 基督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在教会中 不断兴起新的圣的楷模 求你上次我们 勉励施法圣雅峰的榜样 来日也能与他共享天上的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去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司机和先知 对官员和民众说 这人该死 因为他说预言 反对这成 你们也都亲耳听见了 耶勒米亚答辩说 是上主派我预言 这些反对圣殿和这成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现在你们该改善 你们的品性和作为 听从你们天主上主的劝告 上主必会后悔 而不再给你们降灾祸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里 你们以为怎样好 怎样公正 就怎样对待我好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 你们如果杀害我 便是给你们和这成 以及其中的居民 招来杀害无辜者的写债 因为的确是上主派我来 向你们当面宣布这一切 于是官员和民众 对司机和先知说 这人不该死 因为他是奉我们天主上主的名 向我们说话 沙藩的儿子阿西甘保护耶勒米亚 他才没有落在民众手中 而被处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求你把我救出泥绕 不至沉没 救我摆脱仇敌和洪水的漩涡 莫让洪涛淹没我 不让深渊吞灭我 别让陷阱掩埋我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天主我痛苦悲伤 你的救助使我坚强 我要以诗歌赞美天主的圣名 以称谢宣扬天主的尊荣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谦卑的人看见了 必要欢心鼓舞 你们要寻求天主 必会满心喜乐 因为上主常怜悯贫困的人 从不忘记他被求的人 天主你大慈大悲 求你扶云我 阿 gebru得神 阿悟有 阿悟有 阿悟 阿悟有 阿悟有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爱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有愿光荣会与您 那时候 蓬蓬王黑洛的听到耶稣的名声 就对臣仆说 这人是妻子肉汉 他从十年中复活了 所以在他身上才有这些奇能 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 佩里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 抓捕了肉汉 把他救在监里 因为肉汉多次对他说 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黑洛德本想 黑洛德本想杀死他 但又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认为肉汉是先知 到了黑洛德的生日那天 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宴会中跳舞 得到了黑洛德的欢心 就发誓答应 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 他受了母亲的指使 就说 请把肉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便游走起来 但为了誓言 而 但为了誓言 和同喜宾客之故 就下令给他 于是财人到监里 张了肉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了女孩子 他又交给了母亲 肉汉的门徒前来 拎了尸体 埋葬了 然后去告诉耶稣 上主圣言 大家平安 大概多少年了 十年 十一年了 时间飞着非常的快 十一年前 有一个机会 就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学期 一个半年 那我们这个学期 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安排 去 从耶路撒冷下去 经过沙漠一直到红海 以后从约旦那边上去 经过佩特拉 以后上去到约旦 以后就这样的要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因为我是印尼人 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不好 所以他就给我一次的进去以色列 我离开以色列 不能再进去以色列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其他的同学从约旦回到以色列 我就留在约旦 从约旦我一个人就飞回美国 那我在约旦有两天的时间 那天我觉得我在那边可以做什么 在约旦可以做什么 我就问他们 听说若汉骑者是在约旦这里被张死的 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 他们说知道 我们知道 就在马克里斯 马克里斯一座山 我说距离从这里过去 应该是多远 很近 大概多少钱 我算一算大概有两百美金来回 以后我说 好吧 带我去吧 我们那边安排我们旅行的旅行社 就安排人带我去 我就去了 那这个地方是黑洛的其中的一个城堡 黑洛的有五个城堡 在耶利哥 在耶路撒冷 在凯撒利亚 海边的凯撒利亚 还有在白冷以南 有一座山 还有在现在的约旦 就是马克里斯 它四面都是山谷 应该是三面是山谷 东南北都是山谷 以后西边就是死海 所以站在上面就看了死海 从死海过去就看耶路撒冷 风景非常非常的美 那时候是一个下午 刚好太阳下山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美 就在这个地方 黑洛的把肉汉 掌死 就在这个地方是肉汉被杀掉的 所以我去那边是 虽然是在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那边就 刚好是一个下午 很安静的一个下午 在那边可以坐下来 为肉汉 给他一个敬礼 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黑洛的 他把肉汉 掌死了 他死了 但是现在呢 又有出现了 另外一个人 他完全 完全好像 完全有肉汉 席子的精神 他也在那边宣讲 他宣讲也非常非常的有力 虽然肉汉也可能没有 肉汉没有行过其他的什么奇迹 把圣人复活 把病人痊愈 但是他听到 耶稣所讲的话 跟肉汉所讲的 大概一样 就是他们讲的内容 也一样 有关 天国已经临近了 所以 黑洛的一听到这个 他说 肉汉一定复活了 我已经把他掌死了 他现在又出现了 以后马洛就把肉汉的死亡 再写一遍 再告诉我们 肉汉是怎么死的 好 肉汉的死 刚才我们就知道了 是因为 黑洛的 黑洛的他生日 他生日的时候 他的女儿就在那边要跳舞 那黑洛的一看到了这个 因为宾客在那里 他说 你跳得好 得到很多很多人给你一个鼓掌 我也许诺 我也许诺 你要什么 我会给你 其实 黑洛的女儿 他跳舞后 他也可以求说 你的这个王国 的一半 或是十分之一 要给我 黑洛的应该会这样做 因为他已经许诺要这么做了 不过 因为母亲 因为母亲就告诉他 我要的就是 肉汉的头 他就去向父亲说 我要肉汉的头 在圣经 今天的圣经 我们看到的 当这个女儿 向黑洛的说 我要肉汉的头 黑洛的就 有愁起来 他的有愁 是不是因为他爱戴肉汉呢 我们的福音已经告诉我们 前面的告诉我们 黑洛的本来 想要杀死肉汉 但是他怕的是什么 他怕是民众 他把肉汉杀了以后 可能会得到民众的 更大的反抗 所以他才保留肉汉的命 但是现在 女儿要求肉汉的头 他一定要 把他杀死 因为他已经就这样的誓言了 所以他有愁起来 因为他知道 他这样做 可能会引起众人的反抗 但是他到最后 他就是这样做了 门徒们把这些事情 那个肉汉的门徒 看到这样的事情 把肉汉的尸体 埋葬之后 把事情告诉耶稣 所以耶稣 他就延续了 肉汉的宣讲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 因为他自己的面子 因为他自己的面子 也可以做 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想我们也可能会是这样的 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 为了我们的誓言 为了别人的 他们怎么看我们 我们可能做了一些 我们本来可以避免去做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 我们就求天主 也帮助我们 我们就要很谦虚的 接受我们自己 而不是顾我们自己的 面子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 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尝我们的思想和先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群神 承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 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答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众生是光明 天主 请以你的从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奉献于我们父母 家人亲友 奉献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纪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食欲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各自其恩的安慰 者圣神 清度于我们 尽确信我们的行作 求赐我们 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利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爱你耶稣 我祝我救助 你就是真理生命的道路 每当我迷路是你来找我 感谢你带领我 感谢你带领我当我迷路 感谢你走上十字呼路 是我的十字呼路 是我的十字呼路 感谢你走上十字呼路 是我的十字呼路 感谢你带领我